今天在给大家整道硬货 看起来有点吓人啊 这个东西呢叫安康鱼 又叫魔鬼鱼 安康鱼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没吃过啊 今天我们来烤安康鱼 看看这个烤安康鱼它的味道到底会不会好吃 安康鱼的这个牙齿是特别锋利的 哎呀 黏糊糊的 这个东西它也叫灯笼鱼啊 嘴巴上面呢有两根天线 这个在这个深海里面它会亮 所以就叫做灯笼鱼 这条鱼总共才花了50块钱 五斤重呢 把碳先烧上 我们先简单的把这个鱼给处理一下啊 鱼被划刀 把这个鱼皮给它取下来 这个鱼皮的话咱们就不吃 鱼的这个嘴巴我们也不要啊 这个东西它是好东西啊 但是咱们今天是烧烤 所以这个东西用不着了 就不吃了 现在安康鱼呢 我们已经处理好了啊 里面那一档什么东西全部给它去掉了 你看它嘴巴多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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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啥 这个鱼烤出来 它是味道有点不太好闻 烤鱼就一点不好 就是这个骨头 太容易碎了 是安康鱼的鱼肉 要比一般的鱼肉更坚韧一点 换作一般的鱼 它早散了 这块都已经烤焦了 这个鱼 我不知道为啥 就是有点臭 我们只能用2500万的调料来挽回了 最后再烤一下就结束 这鱼烤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 这铁丝网是入味了 鸡鸡冒油了 差不多了吧 我也不知道这个安康鱼烤的好吃不好吃 咱们先小尝一口 它那个肉是一丝一丝的 鸡不像鸡 鱼不像鱼的 像正儿八经的鱼肉 你一压它就会碎 你看这个 它都是这样 它很有弹性 你知道吗 我怀疑这个鱼啊 它肯定是吃肉长大的 长块鱼骨头 从骨头上啃下来的肉 它就和这一个鱼尾巴这个肉 口感完全就不一样 这个带骨头的是比较好吃的 我给你们看看它这个肉啊 看撕下 它一丝一丝的啊 它吃的感觉就像食肉动物的肉 它不像鱼肉啊 尾巴上的肉 就是没有这一个头上的肉好吃 这就是鱼头肉啊 鱼头上的肉是比较好吃的 来带给兄弟们尝尝 往下的撑入味 烤安康鱼 好香啊 飞哥 我觉得我们最香的 其实还是那个2500万的那个调料 肯定用的呀 是不 好吃 好吃 这个肉我想想啊 不像鱼肉 这个是鱼尾巴那块的 它吃起来的口感完全是不一样 哇 这个跟肉一样 是啊 有点柴感觉 你看嘛 给你撕一撕的这样的 拉丝 但还是这个地方好吃 对 你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后面我们这个一个万能的调味料 刚才这鱼烤的时候有点臭 但是撒了个料之后 突然就香起来了 以后它上鱼嘛 这个肉始终吃的 没想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肉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拍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你的视频的话 就点下你的赞 我们吃 好 兄弟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啊 大家看